好了,那現在我做一個DEMONSTRATION 解釋一下我的教學模式 通常我會用一個TRAIN 例如我做了一個OVERALL的TRAIN 給同學 你會發覺到,尤其是 例如我跟你們LEARNING PACK 分了六部份 你會發覺我一直都低了,三十幾% 2020年12月就高了一點 可能那次就是 救濟最後一期,放少許稅 但你發覺到,2021年開始又低了 還有一些變化 比如說,Business Strategy 以前是不推出的 但2019年開始就推出了 這些就是我的分數 你會看到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CAPSTONE你們將來有個FALL 尤其是,你也知道應該有個Workshop 三天的 那裡很大的蝙蝠 就會移動到Business Strategy 因為他們關心了 就是那個Strategic Management 所以,在我們的Module中的Module 12,現在就是唯一的 這一個FALL 就是關於Business Strategy 所以你會發覺到 它出的分數也挺多的 是2026月就少了一點 之前也有十幾二十分的 你會發覺到 那當然之後可能會出少一點的 有機會因為,它一直出的時候 就越出越多 有些東西都出光 那它可能會出少一點 但是近這幾個Diet 都是出的比較多的分數 所以同學就要特別留意 比如,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Dividend Policy Dividend Policy Vest Management 這幾個 也都是經常出的 尤其是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你會發覺到 基本上就 沒試過不出的 之前那些 我想你不用太執著了 因為這些舊制 其實我的參考價值就不高了 那其實你會發覺到 它由19年開始 其實已經是趨向 你們新制的模式了 19年,尤其是12月這一期 那你會看到開始出一些 Strategy 即是可能它已經收到封 知道這一部分要注重 所以你會看到它就出了 那所以Testure Operation 那裡就特別留意 Working Capital Source of Finance Risk Management 當然 這個 那上次我納過那條題目 都有出道 關於Option 就是12月那期 幫我等它出了答案 就詳細一點可以更新 那個Train 那我記得那些同學都一定要讀 這些 就是這幾個 Grain Capital Source of Finance Dividend Policy Risk Management 這些 那另外 Management Reporting 那部分 就現在應該只剩下這兩個 這個已經夠了 應該剩下了 所以 你發覺都沒有了 就是那些 Course Management 那些東西 但是你留意Capstone 它有時候會考回來的 因為Assume 你們要認識的 Associate Level 雖然有些同學沒有讀Associate Level 但是 你讀 account Degree 一定有讀過 所以這一部分 當然M12 我不會再說了 那這些 留在Capstone 那 Performance Management 就突然爆了出來 很久沒有出 所以這個要留意一下 你們Learning Pad 的第20課 因為我可能會跳了 因為我會跳了 因為我稍後再說 關於我們的Looks Invest Management 上次有出 你看到隔一次 有時候隔兩次 所以這些都要留意 Capital Structure Valuation 不用說了 M&A 也是基本上這兩課書 試過一起出 或者隔著出 可以嗎 隔著出 那也是一定要讀的 那另外最後就是 Regular Remindment 我發現到 19年開始 一定每次都出 不過有時候多些分 有時候少些分 那樣解釋 Ethx 近幾期又多出了 10分 17分 通常是10分 那你看到下巴率都低了 30幾% 那正常 因為 現在可能 M12都 注重了 因為他要是Polo Capstone 好嗎 另外 我會再做一些詳細 因為我發覺到 有時候 Business Strategy 有些Model 他未出過的 那些 你就要留意 就像7S BCG SWOG 那些 他就有一些Puppet Model 那這些 給我留意一下 那我會 這個是基於你們Learning Pad 就是那些 topic 那譬如 這些 那些 External Factor 突然爆出來了 你Learning Pad 有的 Industry Analysis 6月 那期 Customer Analysis 那些 當然他應用 你不是抄輸 我們經常都說 現在 其實一向都是 我經常都說 你一定要 Apply 這個 這個Lawnage 在你們的答案上 你只要Copy Learning Pad 或者那些 那些 有時候未必有分 尤其是Learning Pad 如果你Copy Learning Pad 基本上 就會不給分 因為你應用不到 所以這些 到時候我會提示 哪些Model 沒有問過 你要特別留意 我再細分 Option 這次我記得印象中 我納過有問 之前沒有什麼問過 Waves Management 其實很多 這幅書 其實都幾難的 不過他又不是出得很深 你不用怕 那這裏 我會逐課書 逐課書 告訴你哪些 特別要留意 好了 那說回 我那個 Teaching 的模式 我自己有一個 當然 所以我希望 我期望 就是 你看到我的 就夠了 不用制裁 因為 Learning Pad 你發覺 在千多版 和很多文字上 我覺得他講得太多了 還有一些 有些廢話來的 不過 唯一我讚賞的 就是 他那些例子 但是他那些例子 挺好 就是比以前 舊的Learning Pad 就多了很多例子 因為我們投訴 就說你只有一個文字 根本 都沒有例子 那你別人學校 怎麼會明白呢 所以就改善了很多 不過就長氣了很多 所以就我會 就是 除了我看其他書 也會看其他的例子 如果我覺得他值得是好的 我都會放在 所以理論上 我的同學 你看我的 應該足夠的 其實理論上 就不用再看Learning Pad 所以我們會做一些 的 topic list 讓你們容易抄 因為有時候 始終有些東西 你們不記得 說千多版紙 那麼多concept 那麼多model 你怎麼可能記好所有東西呢 所以我就會整個index 讓你們更容易去找 可以嗎 其實都挺辛苦的 因為 有時候我的 例如某一課書 加了一部分東西 我的頁數要重新 重新打過 很痛苦的 所以 所以就 我就會 based on 你們的Learning Pad 跟著 再 based on你們的Learning Pad 我再加一些 重要的example 或者一些 update information 就在錄事裡面 可以嗎 這裡我就用 Valuation做例子 Business Valuation 當然我都 盡量 都不想太長氣了 我都盡量 point form 讓你們容易去follow 譬如 我會分回 有什麼原因 我需要做Valuation 有什麼model 我會做些年份 告訴你們 讓你們知道 這個topic也經常出 要特別留意一下 譬如 我們那個model 有什麼model 可以做Valuation 第一件事就是asset base 這個最簡單 但是也會出1至2分 可以嗎 而且你要知道 什麼時候用 就算你asset base 也好 都有三個方法 Historic Basis 就是說 根據那個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那個book value 但是你知道 這個一定是unrealistic的 但是你做一個參考 可以嗎 譬如 我們Cappen 我舉例子 他只有電腦 他的book value是3000元 起碼 譬如雙方都是 譬如我要買Cappen Cappen也要知道 他的底價 他的資產 他的資產 我有部電腦值3000元 譬如 對方的buyer 跟我說 我用2000元賣你 你死都不肯 我部電腦值3000元 有什麼理由 你用2000元賣我 對方一樣 他都會看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那個lag asset value 譬如是3000元 他都知道 我出個價錢 就沒理由低過3000元 不然就不用談 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這個作為一個basic replacement cost 就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我買一個新的SR回來 那要多少錢呢 on going basis 那就是說 如果你收購公司的時候 你是 假設他持續經營 就是going concern 那你就沒有理由 又用這個historic basis 那我們就可以考慮 用這個replacement 就是說 如果我買一部新的電腦回來 5000元 那就是說 我估計他起碼都值5000元 那 realizable basis 通常就是 一些倒閉的公司用的了 可以嗎 就是把他的資產變賣出去 那會收到多少錢 那所以不同方法 有不同的情況去用 就算是asset based也好 那如果這間公司是 ongoing 你就不會用realizable basis 你一定是用historic basis 再加replacement basis 那因為 那價錢 你也知道是傾的 沒有可能去計算到 一間公司實質值多少錢 如果不然 那些人就不用說 有些投資銀行 那些股匯豐值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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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股市實質比,你最常用 那些股市是最常用的 在現實 如果有同學會買股票 你也知道 所以我經常都講 其實你不只讀這科 不過這科 這科特別重要 看多一些財經新聞 我經常跟同學講 因為增加你的business 和finance的sense 其實很多時候 都講了你 很多同學 是沒有 business sense 我教了这么多年也是 我发觉越来越少同学看财经新闻 之前我教ECCA的Financial Management 和Avance Financial Management 其实我原本是教Financial出身的 后来之前我帮Captain教ECCA 就是先教Financial 后来就知道ECCA越来越少人扑 我转了帮他教Taxi Taxi多些人到 始终是香港的 因为每个人都要考 后期就是QP的Taxi 现在我又转回来 教Financial 其实我的强项在Financial Taxi多些 Taxi多些 Taxi多些好玩 但Financial也好玩 因为相对某程度上计算多些 虽然你发觉QP喜欢出文字多些 但也不分有计算 这些就不要失去 所以你看到他出的比重也挺高 就算伸制也好 PE ratio PE很简单 你就借助我们estimate的PE 只要知道earnings 我们就可以帮助计算这个market price 当然都是一个参考 这些是充满estimation 这些可以 譬如说 你可以借助他前几年 他的earnings 以及可以拿一个 所谓 我们叫popsi 即是一个代理 什么叫代理呢 即是说 譬如他的例子 我想value这个匯豐 我可以参考一下 譬如说 渣打银行 中银行的PE 可以吗 作为一个参考 那你自己作为adjust 所以 所以为什么不同的financial analyst 他分析一家 即是去估值一家公司的时候 那会有不同 因为可能 譬如我拿了standard charter bank 他的PE ratio 是10倍的 那你落匯豐的时候 一定不会是10倍的 那譬如我们会参考他过往的PE 那和可能看回他的增长 是吧 那growth 那growth rate 那从而帮助他决定 将来 他们的PE ratio 是多少 因为现在我们在量度将来的价值 不是在量度他今天 那今天的价值已经知道了 你看回 那个closing price 在那个stock market 是吧 stock exchange 已经知道今天值多少钱 那你不会算今天的 没意思的 那你一定是算明天 或者一个月之后 或者甚至一年之后 那匯豐值多少钱 那所以这些就是 需要estimate 那这个最常用的其中的方法 PE ratio 那所以如果你考虑他的growth rate 那你就可以借助这些方法 那这个就是那个 constant growth rate 那个model 对不对 就是运用回 dividend growth model 那这里呢 我们就将earnings 取替那个dividend 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方法 对不对 那些数学家发明的 那多谢那些数学家了 那帮助我们去简化了那个 所谓的growth的计算 就是如果每年 我增长了10%的 那会直至永远的 我估计当时是 going concern 那你没得计算的 如果你没有这条formula 的话 那变成了你 怎么计算的 那去到 我不是估计他的 那他就 但是数学家就帮我们 简化了这条formula 如果去到无限的时候 原来这条formula 就这么简单 那earning就是你的cashflow 那就成为1加jil for ke-g 我们的cost of equity ok 这个cost of capital 那你量度过股值的时候 就用cost of equity ok 那这些有些 说回那些problems 那些earning yield method 那这个其实就是 如果你知道earning yield 你都知道eps的话 你就可以计算market price 那这些都是based on 就是你们earning path要计算的东西 那我尽量就有一个point form形式 ok 那有时候可能呢 他就用这些low path 就是 那个profit after tax 那来帮助计算 那另外呢 就去参照那个所谓 叫led redundant asset 那什么叫led redundant asset 那再等一会儿 那这里有些例子 那让你容易明白 那那么redundant的意思就是 就是说 很简单 那就是说 譬如你剩余的一些asset 你卖出街 会收到多少钱 那因为你量度的时候 可能你只是量度它的股票价值而已 就是equity value 那我和它中间还有一些asset 其实可以变卖的 ok 那所以这里就 那当然啦 这些formula 当然你记得当然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记不住也不要紧 到时你立刻 你知道 哦 我们现在的business valuation 起码要知道什么呢 啊 第十二货 好了 那接着你要知道了 你要记住 咦 那如果关于那个income base 这些的时候呢 咦 那我就回到point 2.2 这里了 那348版的价钱 就立刻看 如果万一你不记得 那立刻去回到3-4-8 好吗 ok 那有些同学如果考过QP 你都知道应该 怎样去 快速地找到一些information 一些notes 所以你们要熟悉我的notes 好吗 那到时万一不记得 那些formula不要紧 那这些就 你不背都不要紧 那你可以到时立刻看回 那当然你说 哦 完全没有读的 那就麻烦啦 那但我希望 你起码都看了两三次 那看一下example 好吗 那些example 有些example比较好 那些example 有些example 那就看回 所以有时候我都copy and paste 我免得打一次 那我就不是全部吸光了 因为 我就拿回一些比较重要 或者比较容易理解的example 那这些方法以前旧制就没有 这些新的 就是另外是加的 旧制的时候没有这些东西 就是没有这些 low-pack 除回 其实这个也是 concern growth 但又多了一个 叫 led-redundant asset 这一样东西 所以最好 就通过这些example 去解释 ok 那到时我就会 用这些example去解释 那 那 Divided Version Model 都留意一下 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出了 那 虽然就不太困难 但是 它内部出的时候就会弹出 那 这个就主要就是 based on 这个就在 投资者的角度 因为它用dividend量度 但是 有时候这些方法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用 虽然它会告诉你 你用哪一种 但有时候它不说 有机会 那你记住 Divided Version Model 通常是在投资者的角度 去量度交公司值的钱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主要是收dividend 就是那些投资者主要收dividend 对不对 它的cashflow就是dividend 所以这个方法 就不太适合 你去收购一间公司的时候 去用 因为你收购交公司的时候 你去注重它的earnings 所以 你会用这个方法 多一点 这个income-based 就是无论你用p.e. ratio 也好 对不对 或者用这个 叫做新一点的方法 去计算个enterprise value 也好 这样 所以你要知道 哪种情况 用哪种方法 当然 读谋要告诉你 我要用Divided Version Model 你当然跟它 这个就 不需要争拗 但如果读谋没有说 可能你就要自己去决定 因为你始终将来是做 这个financial manager 甚至是这个director 这样 所以我们也会拿回以前 一些旧的paste paper 到时候 在课堂里面 就展示 因为通常 旧的图片是浅一点的 可以吗 那你起码要做个basic 先 要做个basic 那接着呢 慢慢慢慢读上去 那就不要一开始的时候 哇 拿一些很复杂的题目 这个books 我都可能会修改 那我会加回一些answer 因为我原本是另外一个answer 但是我发觉这样就比较浪费时间 那我倒不如就放下来 有些answer 那到时就立刻呢 就去demonstrate Design cash flow basis 那这些就 因为今天的demo 就大约20分钟左右 所以我就不可以逐个逐个去详细讲 那通常我每一个topic 就尽量 无论是learning path的例子也好 或者以前的paste paper 那些旧的也不重要的 那些旧的也挺好的 所以这条2010年 但是它也挺detail的 这条题目 那我都会去demonstrate 那当然我没可能 每一条都demonstrate 因为你看到 哇 其实我也有很多question 哈哈 有些是ACCA的题目 就是 我就不只是拿QP 那我也都会拿一些ACCA的题目 那通常这些我没有写 在哪里出处 就是通常就是ACCA 一般 那有些ACCA的题目都挺好的 那我就放下来 让你们多看一些 多看一些不同类型的题目 因为你知道有时你们QP呢 就 就是跳来跳去 而且突然间这条文很新鲜 的嘛 你们不习惯 那等你们多看一些 那些Compatable method 就是出过一次的 这个很舊了 这个05年 旧制也是出了一次 之后都没什么出过 那所以就 都值得去参考 那可能突然爆出来呢 你不知道的嘛 你知道你们QP的Examina 很阴湿的啊 OK OK Receal Income 是这个新的 这个以前旧制没有的 所以它2021年6月出了 但是你Learning Pack有的啊 你Learning Pack有的啊 你Learning Pack有的 哦 应该加回个例子 我也会 我现在正在Revise 那么 币分share的valuation 所以我尽量就 就是一些 Summary形式 那些example OK 有些可能是Learning Pack 有些就以前的 Path paper 那么 我教学模式就是这样 那你不用担心的 因为一定是 就是包了你们Learning Pack 那么我尽量就用 一个POINT Form 和Summary的形式 那么让你们容易 一些去follow 我自己大约看几个书 可能我会多些 因为我印象中是15货 但有时候我会拆开 因为你们的Learning Pack是比较零散的 例如像Investment Apatial 我忘了他放了哪一货书 他放在某书里面 但其实那书不是说Investment Apatial 但他放在里面 但我觉得Investment Apatial很重要 所以我就独立一货 有时候他出得挺深的 有时候他出得挺复杂的 当然有时候也很简单 所以我独立分出来 但我会尽量跟回 你们Learning Pack的次序 只不过可能 他Learning Pack有时候太长 和那个topic太混乱 我就会拆开两货 甚至可能三货都不定 让你们不要常常看到 我好像看不完 那课书 哇 整个六十版子 好像无纸景 在看 所以有时候我会revis 那个次序 OK 大致数是这样 所以今天的Demonstration 就是这样 我会尽量用多些例子去解释 因为有时候就这样说 那个概念很闷 有些例子去follow 就会更加容易去跟进 那revision 那revision 是另外一套 revision 但revision 我未必再有 一个什么 因为如果你再用一个summary 形式 变成了 哇 你的课书也太多了 对吧 其实你看我这份课书已经够了 我已经是summary 这个 所以 我去到revision 就不会再做一个summary 要不然 到时你又看 revision 又看summary 又看题目 到时你都不知看哪个 是吧 那更浪费时间 那总之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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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 那我帮你分类的了 OK吧 那也多我都会加 其他学会的那些 题目 就不只是QP 那让你们多看一点 好了 这个Demonstration 大致上是这样 还有一样东西 那我都会加一个WhatsApp Group 因为效果都很好 因为那些同学 可以到时在WhatsApp Group 那里问 可以吗 那我就可以立刻回答你了 那有些同学 都反映的 有时候我好像觉得自己 问一些低能问题 首先一样东西 你问问题 不用觉得低能 你以为低能 可能有人不懂的 那有时候我都鼓励 那些同学 有同学问的时候 你可以试试回答一下 错了不要紧 因为错了我会纠正的 你不要怕瘀 不用怕瘀 这些可能其他同学 都有这样的错误 那还要提醒 原来我这样想错的 到时你会更加 当我告诉你错的时候 你会更加深刻 又或者你真的很害羞 这些同学也是的 那你加了WhatsApp 你是我的电话 你就另外 独立问我 我私人 我私人回答你 因为有时经email 有时我会失去 你知道 因为我未必立刻 会看到email 还有有时我回答 我就会用口头说 比打字 有时打字更慢 OK 那我就会create 一个WhatsApp group 效果都蛮好的 还有我也发觉 如果问得多些同学 就合格了 我做了统计了 不要骗你们 问得多的同学 都合格的 大部分 不问东西 通常都 哈哈 都是问问的 我告诉你 你不问东西 那你不可能 所有东西都会认识 我都不敢说 我所有东西都会认识 更何况你们 OK 那没理由 没问题问的 所以就希望 看到大家 到时 这一科 我都教了很多年 不方便说 哈哈哈 不是其他工 其他学校 好了 那今天的试试就完结了 那我就stop了